从书中细节上看 扫地僧和张三丰究竟谁更强 今天呢我们就从内力 招式 战技 轻功 抗击大能力和旁白 做一个详细的比较 首先呢从两人出场上来看 扫地僧虽然没有具体年龄描写 但是从原文 这三人年纪不小 稀稀疏疏的几根长须 已然全白 行动迟缓 有气没力上看 扫地僧和张三丰没差多少 然后我们说两人的内功 扫地僧虽然身在少林 但他大概率不是少林弟子 很可能是半路出家 因此他的内功来源未知 在内力表现上 少林全自备的两位高僧 跪在扫地僧面前时 扫地僧没有任何动作 凭空暗运内力 两名高僧竟然无法反抗地 被这股内力给拖起来了 这种公由念生的表现呢 即便是纵观金庸全数 也就仅此一处 张三丰则凭借三分之一的 九阳真金创下武当九阳宫 即纯阳无忌宫 在整个一天中 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不过在内功展现上 有些表现平平 比如刚向跪在张三丰身边时 张三丰只能用手续服 为榆连舟运功疗伤 气喘如牛 给小张无忌一把寒毒 半个时辰就开始手抖 要知道即便是宋远桥 也能坚持两炷香的时间 在参考此前 乔峰未救阿子 更是为他连续续了七天的内功 另外呢 在招式上 两人更是有很大差别 扫地僧从出场后 仅有几次短暂出手 但是每次出手呢 都看似平淡无奇 比如 揪魔智用无相截指偷袭时 扫地僧看都不看 凌空直立 直接在他身前三尺就消失了 扫地僧唯一一次主动出手 就是用平淡无奇的一掌 慢慢拍向慕容博 慕容博在心有准备的情况下 指出浑身陷数做出防御 但是人没有躲过扫地僧 轻轻的一掌 各种描写都无限接近反普归真 或者说是真正的无招 而张三丰则没有这类的出手描写 从战绩上来看了 乔峰 慕容博 萧远山 金魔智 都是当时决定高手 但是金魔智的偷袭 却被扫地僧轻松用三指气响挡住 慕容博全力一击 也没有突破至扫地僧身前两尺 乔峰与慕容博全力合计 又被扫地僧化解 慕容博在有充足准备情况之下 没有逃过扫地僧 平平无奇的一掌 从战绩上来看 扫地僧面对天龙八部中的任何人 列敦上都可以做到一招秒杀 而张三丰在90岁之后 仅有两次出手 其一是在偷袭的情况下 一招之处伪装蒙古士兵的高手 从之前的分析来看 此人恐怕不是贺比翁 第二次是在被刚相偷袭的情况之下 一掌将其反杀 无论是高相还是蒙古高手 这两人最多也就是当时一流高手 因此呢 如果说扫地僧可以做到一招秒杀 决定高手 那张三丰似乎只能秒杀一流高手 比如决定高手的张无忌 张三丰就万万不可能做到一招秒杀 至于轻功上 乔峰在短跑上明确不是扫地僧的对手 而此前乔峰曾认为自己可以胜过断育 而倚田中旁白称轻功成就 微笑全数第一 张无忌第二 所以张三丰最多呢 也只能排到第三 最后关于抗偷袭能力 揪摸至不动声色的偷袭扫地僧 被三尺七强化解 而张三丰面对刚相偷袭 直接受了非常重的伤 另外两人抗其大能力呢 也完全不是一个境界 扫地僧被乔峰全力一掌之后 吃吐了一个血 然后还能带着两具尸体一路狂奔 事后运功把两个假死之人运功推血 助其解决体内疾病 而张三丰在受了刚相全力一掌之后 顿时就失去了战斗力 自称需要养伤三个月才能痊愈 而乔峰和刚相的实力呢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后面在看到赵敏手下 阿三展现了实力之后 怀疑自己的太义拳能不能挡得住 后面更是心虚 在怕比拼内力时不挤二 此外这两人的眼力呢也完全不同 肖远山和慕容波身体出的问题 金魔智想要将少林七十二绝技 轮回贯通力图都被扫地僧一眼看穿 也能够一眼看出慕容波内力不足 而张三丰在出狱张无忌时 在看到张无忌给他暗孕内功疗伤的时候 才发现张无忌的内力惊人 张三丰唯一能引扫地僧的地方 恐怕就是金雄在初中对张三丰的旁白描述 但其实旁白有时候未必准确 比如乔峰在李天宗的旁白市 北村年间盖帮帮主萧峰 以此妖逗天下英雄 极少有人能挡得住他的三招两事 乞丐当时群豪束手 但实际上天宗八部中 大多数一流高手都是可以挡得住乔峰三招两事 这跟当年跟他动过手的人 已经死得干干净净差不多 又比如像我中被旁白誉为 数百年一出的任我行 东方不败差不多能打三个 所以金融旁白中的水分其实很大